今天2024年9月8日的開羅日賽事 大家好 跑了十場 晚上也會跑場法國馬 今天抽了幾場賽事 跟大家講一下賽後的一些評述 希望大家可以看看實力馬 為什麼會跑輸之餘呢 會不會找到一些跟進馬呢 先講第二場五班千二米 挑選這場的原因 都是因為這場有幾隻馬的陣上祭遇 都值得留意一下 首先想講一下那隻飛躍精英 這隻馬呢 我記得今天賽前已經在兩上圈 看到有點急 然後在草地入閘前 看到有些蚊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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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途也走住一個三打的位置 沿途也走住一個三打的位置 我相信這隻馬呢 其實如果大家心水清一點的朋友 都知道他上季都會有這些狀況 但是最後是贏到的 但是今天因為跑這個變化地 走了這個三打 本來都是比較辛苦 那早走了上去 可是回來後 他又叫做慢慢拿去 特別想講 如果大家看他直路衝刺 它是有些失踢的 不知道是不是170米呢 我看看最後報告 這裡是300米打正來衝 前面有理有我 埋遍低豪寬升 還有那隻投資有理 這裡衝到差不多 就是這個位置 321 這裡是失踢的 就說它見到顏色有異的 騎士 就是報紋 所以最後報告 就說因為這樣 買在那裡就失踢 這個我覺得大家可以 留意一下 拿回Nokes 我覺得今天 飛躍精英的表演 如果不計算這件事 其實都不錯 因為真的沿途走三踏 初跑變化地 但都可以熬到第三方 還有你看看 臨尾的走勢 它不是真的熬到第三方 外面可以升升 開始慢慢上升 其實飛躍精英 打下打下 它一直都保持均速 它不是很斷 所以 所以我覺得 今天它的表現 已經是相當之不錯 難怪得臨場 成為了大熱門 即有大戶 已經撐著這些馬 不過 剛才說的形勢 就是令到它 只能夠跑第三 這裡賽後報告有寫的 第二 那隻可愛新星 大家如果看那條影片 都知道 它在直路的時候 找位 有些時間看不到 不過因為這個 不是特別大的問題 我就不多說了 反而那隻5號馬四兄慕勇區 賽前都在大熱門刺熱門之間 徘徊 就說它抵達起步點的時候 發現口內有血 其後就接受獸醫檢查 認為這隻馬是值得出賽的 去到900米柱開始搶口 收慢被開戰鬥英雄 中段持續搶口 去到550米柱時 立備戰鬥英雄 更加發現在賽後 沒有左前提提鐵 那看回直鏡 其實 四目勇區 五檔出閘 早段沒有什麼問題 這裡 但是後來 因為段速 早段不算很慢 德國寬星搶上去 但是後來去到中段 按慢的時候 就看到馬有些難流 其實 如果大家看回它那個狀態 它是離得很快 但是有時就是 散起了狀態的時候 變相 口就 比較重一點 上了 上了口 變相這裡 已經開始有點難流 一會兒 盡搶口 我記得好像有一段 這裡 這裡 我還高了頭 所以看到 潘頓 都是 推得來 都要拉少少 怕被那隻戰鬥英雄 閘一閘 到入城 直路口衝的時候 其實它不是沒有位衝的 但是 爆起來 沒有預期那麼厲害 那我就覺得 潘頓沒有問題 這裡 隻馬看起來 走勢 都是屁屁的 所以我覺得 這裡那個 問題 雖然潘頓 騎起來好像比較柔 一些 但是我覺得隻馬 預期衝得沒有那麼厲害 那其實是不是真的 值得出賽 口部有血 那這些就是 賽報報告有寫 說手衣檢查 OK 但是 大家可以想回這隻馬 其實是不是在健康傷患那裡 值得想一想 是不是這麼 質重於它的頭注量呢 那至於其他馬方面 我相信 有一隻馬 是可以留意一下的 那個走勢 那就是 那隻 十一號的 戰鬥英雄 雖然這隻馬 早段 是未能摧拆作出表現 表現 令人失望 不過我覺得呢 他季初 那個表現 其實他 是來得比較慢熱 不知為什麼 賣到成9.9倍 我覺得那些賠率都很奇怪 因為其實 看回他那個神貨 在蟲化 慢慢游上去 而已 我說不太明白 為什麼賣到那麼容易 但是呢 今天方家拍點馬 如果你看回這個倉 很多隻都沒有什麼 好實質跑過 告訴你 又是 跑三疊 共享富裕 又是塞車 我覺得都是這一層 熱身居多 但我覺得這隻戰鬥英雄 因為是 這次是過熱了 那個倍率 可以想一想 下次的倍率 會不會無端端 會回了很多 因為我覺得這個倍率 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覺得 都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 日後的倍率 會不會有一個很大的變動 好了 第三場呢 就是那一場 特首杯 那這場其實就 主要都真的 只是說一下 家應高勝 因為看回賽後報告呢 水晶酒杯那個 都是一些 沒有遮擋酒外搭 又說場地變化地 好像黏地 不太會跑那些 所以我相信 問題不是很大的 但是家應高勝 真的很厲害 因為今天 就是跑這個變化地 以他過往的 賽式 一直都是跑好地 正常地 或者是一些偏乾快的場地 這次還要季初 背著這1.35磅 雖然他現在已經入了4歲 都是有一定的難度 所以他不是完全熱透的 他的賠率 同一隻美麗 第一 大家都是 那麼高那麼大 但是回到來 如果你看回分段時間 這隻馬做了21秒94 這隻馬其實是 基本上是 在直路最後打開衝刺的時候 他沒有怎樣散過 首先呢 當然這些小馬的場合 有一個好處就是 快放馬不至於搶太多 以及他本身天生的前速都OK 如果不是 應該八進巨星在他前面 那麼他就頭幾步拿了之後 就可以控制那個斷速 不至於太快 讓那隻人和家興自己帶 那麼其實落著這個變化地 真的會令到 場地做的時間會偏慢 其實潘頓最後 有沒有很認真 其實他 我覺得他都不算很擺正衝的 都是慢慢 等著馬順走少少 然後打幾邊 他都好像已經坐定粒鹿 看著來吃的 那麼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末段開到二十二秒內 都真的很厲害 這隻馬 我希望希斯就不要鞠壞馬 因為當日和他鬥的氣勢 已經傷了 如果這隻馬 保持得好的話 都肯定是今季香港短途錶的大熱門 不多說 這些客人都懂得看 不過想起時間證明 和他陣上 贏馬的姿態表現 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2.3倍 很划算 至於第四場 這一場的一千米賽事 這一場賽事 賽後報告 都有一些馬 可以說一下 可以日日贏 沒有看空到 那麽 然後 另外舉報新鋒 也都真是 盡是比較偏山 揹著頂磅的3-5磅 都可以這樣贏 那的確很厲害 我想賽後加8-9分 但是這一場當然 那個質重點 就擺在王寶寧身上 這個女騎師 今季第一鋒 我們留意一下 那隻專家怎樣跑 因為呢 在這一場賽事 今天王寶寧只有 一場座騎 所以我們可以 take到的reference 不太多 那組短的專家 都不太轉腳 一直都游了 在馬群的中後踏位置 那這隻專家 其實 嚴格是否 長線看 只是跑一千 直路專家 還是會不會真情 我個人就覺得 他應該要真情 要跑一千二 但可能現階段 幕後覺得跑一千 OK 那我覺得王寶寧的騎工 比想像中好 因為看到很多 近日那些馬圈新聞 還沒開羅之前 就說他好像 表現還沒很及 到25歲才正式跑 好像有少少 低了少少 檔次 但我覺得他最後 跑上來OK 雖然專家本身 都不是一隻特別難跑 但我覺得他重心拿得很低 還有 臨於鞭騎的動作 真的很有那種 奧式騎士的打法 連環鞭 所以我覺得 看回這場的表現 值得多些坐騎 還有 都要客觀說 專家因為他這個減榜的情況下 背著實際是109 連110磅都不用背 正因為這樣之後 發揮到一隻馬 他本身的實力 這個10磅 似乎 都不會信息得過 當日其他的10磅騎士 再說 這場賽事裡 也是一個變化地 第一次在港生涯裡 跑變化地 我覺得 黃寶寧的處理方式 都不錯 都做到拆騎指示 我相信拆騎指示 都叫他留的 因為之前一路 都是在稍留的情況下 追 所以我覺得 今天的表現 是相當不錯 有些人 可能覺得 騎指的馬 好像摸摸摸摸摸摸摸 但大家看回他的配備 今天他除了配備 還要跑變化地 所以吃了那些 kickback 吃了那些前面 踢出來的泥頭 又除了配備 某個程度上 是難控制了 但我覺得他騎得都OK 所以我覺得這個騎士 當然不是說 有些 扔水 扔大熱門的馬 可以側重的騎士 但我覺得 可以多一點點的 注意 在他身上 我相信 如果給回一隻 有些能力的實力馬 他可以發揮得到 這場賽事 就不多說了 因為大家的側重點 都在這個女騎士身上 至於舉報身風 我在開羅之前的 十大明星馬銀行馬 那條片 我第十位就已經放了 我也不想馬後炮說什麼 我反而就是想看 葉初航的功力 可以練到這隻馬 練到什麼分數 因為我眨眼看 這個種 在香港 是有點前側的 以前有隻超超比 已經很快交到表現 再結合武線那邊的血統 應該都可以 往後會跑前一點 它應該長線發展 它不是一隻純一千的馬 那儘管看看幕後的功力 去到哪裡 我暫時評報身風 會是一隻二斑馬 有待成長 有待成熟 但是 如果幕後 真的叫做 訓田得宜的話 我相信這隻馬的前途 都是無可限量 好了 今天的賽後的報告 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分享 可以在下面留言區那裡說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